今天是除夕 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今天除夕跟明天大年初一的天氣 其實都還算是不錯 大家好好把握一下 因為緊接著初二就要變天了 全臺都容易下雨 而且這一波的冷空氣 逼近大陸冷氣團和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甚至不排除可能達到寒流 會先濕冷 後乾冷 我們先來看看 以今天來講 臺灣的北部海面這邊已經看到 有一道封面在上頭 因此北臺灣今天的溫度 比昨天來講大概降了兩到三度左右 昨天大概還有二十八度是蠻熱的 但是今天北臺灣大概就是二十五 二十六度 還算是舒適 那同時雲料稍微會多一點點 那中南部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都是多雲到勤的好天氣 要外出都還是相當的適合 但是我們來看看這上面這邊 好 這一波的冷空氣 將可能是來到了這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不排除可能還有寒流等級 將會在出位之後 陸陸續續開始影響我們 而且會一直影響到開工 所以影響的時間很長 所以剛剛稍早的時候 氣象局復興廣證明點 一直在臉書上面講到說 這一波北方的冷空氣 可是強大的冷空氣 因此大家在廉價的後幾天 可要注意一下保暖了 那我們先來看看 以今天狀況來說 是北台灣稍稍降溫 有變涼一些些 但是天氣還不至於 所以太差 那只有在陰封面 大概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在宜花洞這邊 一點點零星的降雨 那基本上都還算是穩定 就是雲料稍微多一點的陰天 那周南不同都都是好天氣 但是接下來呢 來初二回娘家這一天 全台都會變天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在初二的時候 全台都會容易下雨 因為封面過來之後 然後華南的水氣也抬上來 然後全台天氣都不好 而且溫度就要陸陸續續 開始往下降了 北台灣的高溫 大概就不到二十度了 那初三到初四呢 同樣也都是這樣 比較濕冷的天氣形態 甚至在高山 玉山 阿里山 河歡山這邊 還有可能會下雪 所以這個冷空氣的威力 是還蠻強大的 那緊接著到初五 到初六開工日的時候呢 反倒轉為乾冷的天氣形態 反倒是這一波冷空氣 威力最強大的時候 到時候呢 各地的低溫 可能會來到十度十一度 甚至在空曠地區 像是桃树苗這一帶 不排除可能會降到 只剩下七度會變成乾冷的天氣形態 而且中南部的話 天氣也都會比較涼 早晚的時候也都是偏冷的 所以這一波冷空氣 影響我們的時間很長 然後初二之後先濕冷 然後呢 來到了初五 初六開工日的時候 是轉為乾冷的天氣形態 所以年假後半段呢 狀況就沒有這麼的穩定了 所以大家好好保衛一下 今天除夕 還有除一的天氣 倒是不錯的 大家想要外出走走啊 都還是非常適合 除了之後就要注意保暖囉 先濕冷 後乾冷 甚至下探七度 絕對需要注意一下身體的健康 絕對身體的健康 早膜 dragged merci 感谢观看